全球競爭力排名,十年以來首次跌出頭三名 比新加坡取代,特首梁振英認為是跟土地供應和外流政策有關 這個判斷是沒有正確,香港又可以怎樣增加競爭力 星期一朝的時事全方位,和大家一起見 他一眼角色,說不為有 他國政以來,垃圾通通無可留地 他牽手防止,想問頭髮,沒有公義 他為人雙手,一隻水都沒得吃 他,體痛體痛,他都肯定沒有錯失 大廈都被公司做足防衛工作,沒有藉水,真會引民自身 回來來新聞時間,政府計劃方 他都會被判斷,全部都被判斷,很利